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好啦 别说了 别说了 哥哥 哥哥 你好 朝阳大哥中心 今日列表将开始随机播放 下面播放的是一首 奶奶 奶奶想上舞台咯 沉默的歌 有请大哥在 护萨克胡梦州 老胡 胡梦州 自己写的 手写的 好有心 重做人 都自己做 有才华 这个字真的写得好 漂亮 就是有点歪 歪的 这个对我太好了 我是写字 是 那你平时看一个正的 如果他正的那个 你要这样看吗 不用啊 就是我看正的时候就这样 我看这样的时候就正的 我开玩笑 我真无聊 好了 我们祝胡老板 大哥成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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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好饿呀 在我的 哎呀没气儿啊没吃饭 这个歌就不能气很足 要唱出一种破碎感 随时会被撕碎的感觉 我今天来打的歌叫做影 Pluto and Caron 是我人生第一张传辑当中的第一首歌 它是我倾注了很多真情实感的一首歌 这首歌本身是关于冥王星和他的卫星卡荣星之间的故事 我有一天看到一个科学报导 它上面说 它上面说冥王星被开除出九大行星之后呢 孤零零地漂泊在那个太阳系的边际 但是它一直有一颗卫星叫做Caron 卡荣星 它们就是永远以一个接近于宇宙永恒的时间面对面的旋转 《顺西全宇宙》当中有一个我特别感动的片段 就是两块石头在那边 没有任何对白的 永久的在那边看着底下的山谷 我写的两颗星星也是一样 它们在宇宙当中其实是没有声音的 如果是两个人类的话其实也很幸运 什么话都不用说 就可以待一晚上那种感觉 是特别美妙的 希望你们都能找到一个人 一辈子一直转 这个舞台后面打的那个关好有感觉 其实那个舞台很小 但他一唱我感觉舞台好大 大家好 我是电子音乐唱作人 扩散洪文州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 就是我在最后设计的时候 其实有三个字是没有唱的 也有一句我爱你 每句都是我 他直接不唱爱你 每句都是我 他不唱 他设计的吗 他设计的 每句都是我 他又不唱 你看他又吊着你 你看这个人 因为歌词当中有一句写 黑暗中没有声音 没有一句我爱你 但每句都是我爱你 帅才 深情 谢谢大家 我觉得这种设计就很巧妙 我就没有这种设计 我下次要学会 给他学了 哈哈 他那个后面打的光都好爽 我觉得 就跟他在发光一样 这个我在发光吸引那个卫星 金光大道 是 金光大道 所以你是对你那首歌的舞美有些什么不满 展开说说 不是 我觉得我的舞美也挺好 但是他在讲宇宙 我只是在讲一朵花 这个格局就差了很多 那是一朵花里的是花海 像日葵花海 有没有一种可能一朵花里也有一个宇宙 真的 一花一时间 可以 那我以后就这么找借口说了 我非常喜欢他的舞台 后面的光全部打出来 就感觉是沐浴盛光 而且他的歌写得也很浪漫 两个不离不弃的行星 在宇宙 在时间这个理论上永久相随的 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再形容到感情里面 我就觉得 太有想法了 这才是真的浪漫 就这个歌是真的好浪漫 他把每一个我爱你都留白了 我想我更想要 听他说说那三个字 就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这种在某些时候 是可以更能激发你内心的一个情绪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有巧思的 我很难在一个我认为的假象中 去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 但他还可以反复地在这种 自己想象的舞台里表达很多次 这个就是我做不到的事 做音乐是靠天分的 但是有些东西它没有办法靠天分 就是练琴这个东西 因为我看见弹琴那样 所以我觉得我很尊重这样的音乐人 因为他不只是靠自己的天分 他真的花很多时间去做练习 辛苦 开起来 快了快了 好听 好听 这个分别就对了 这个画面不应该是在一个棚里 就应该是在L.A.的街头 太牛了 弹钢琴的时候 我一直在那边想旋律 我觉得他钢琴弹得太好了 听到就是有一种享受 他的这个琴弹得太好了 随手一弹 爵士风格 因为爵士风格的这个钢琴也是很难的 所以特别专业 太好了 弹得真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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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喜欢那个以前那个时间 时间 时间 要不要来一段 好 时间 时间 提到我的话 第一反应出来的应该就是时间 还有就是和陈一起合唱的这个呼吸 我其实之前有看过张老师的一些资料 她是SM公司当年重金打造的一个RMP女歌手 在那个年代 只推出了几个像这样的女歌手 所以我就一直还蛮期待的 下面播放的是一首小鹿乱跳的歌 马上要上场 今天唱了一首非常开心的歌 很RMB很欢快很轻松 姐姐这几年为什么不继续唱歌了 我觉得要把事业做好 首先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 其实我平时的生活真的真的很简单 每天早上起来 带着狗狗带着妈妈 就到附近的森林里面去西洋 跑步 我发现我的身体就很健康 头脑也非常的清醒 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就会创作写作这些 那今天我是带着自己的一首新的歌曲叫 《都给他》 这首歌呢有别于我之前的一些歌曲 那我之前呢一般唱的是抒琴的慢歌 所以我这一次呢想带一首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也想让大家多多听听自己的新歌 多多认识现在的张玲 谢谢 好强啊 思华 思华 技术流 好听吗 好听 好听 我是歌手张玲 那今天呢我带来了自己的新歌《都给他》 那这首歌呢 与我以往的这个风格是有所不同的 之前呢都是比较伤感一点的风格 那这个呢是很轻松很愉悦 所以我自己唱的时候都非常的开心 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的新歌 都给他 谢谢 声带机能好好啊 修音箱来了 是啊 唱得可太好了吧 这里可能副歌几遍都是一样的 就没有任何觉得节拍不对啊 气口不对啊 或者是高音哪个地方没有 没有一点瑕疵 非常的丝滑 哇太厉害了 他那个唱功 就是欧美唱法里头 我听过最好的 那个舞台可以说跟我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洗脑抓耳 这是异曲同工之处 但是拉上功比我好太多了 他那个搏金赏 我决定以后不叫他搏金赏了 以后改叫钻石赏 搏金还不够呢 唱得太棒了 谢谢 好丝滑 丝滑的声音征服了在场 大家的就是耳朵 非常好听 嗯 关键旋律还比较洗脑是吧 对对对 来一个 都给他给他给他可以吗 都给他给他给他不像话 你一唱就没那么丝滑了感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都给他给他给他不像 你也学过音乐吗 我学法律的 哈哈哈哈哈哈 挺好 因为音乐也不是法外之地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哈哈 那是法律是哪一个部分的呢 嗯 我学的是知识产权专业 那这是对口呢 那你为什么不去 不去 那版权部呗是吧 那以后有什么合约可以来问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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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 以后有什么合约可以来问你吗 可以帮你看 可以帮你看 可以可以可以 收费吗 没有没有没有不要钱不要钱 可以的 你你跟老姚的职位谁高兴 他当然是姚姚总了 分分钟取代他我告诉你 姚老板是总监 总监 什么总监 说给我做报款的歌 说了一年了没给我做出来 当年还在舞台上坑我 如今也没有在现实中帮我 那就他的问题了 就他的问题 这个工作 所以小华我靠你了 交给我 交给我 hiphop rap就不要了 我自己写的 但是R&B的可以给一给 pass过来 R&B方向的 没问题 好好好 回去找一定找 也不拘泥于方向 能活就行 不在乎 没问题 我是很开心能够给到很多音乐人帮助 因为其实我也觉得自己有时候会像一个造梦者 就除了我在追梦的这条路上一直努力的向前奔跑之外 其实我也有在帮助很多很多潜力的音乐人去让他们的作品被很多人看到 让他们能够通过音乐成为他们的主业 然后我会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 对所以我也很愿意去帮助这些音乐人们 我上个月 刚刚给你奇华一首歌 我听到迷宫那首歌 然后听到Muse那首歌 觉得很适合你 我觉得 红不红这个东西 看命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很多好音乐 就像你自己刚刚说的 就是 进人世以后再听天命吧 老师 就给他一点机会 给你的孩子没点机会吧 我觉得你的风格是网易 然后 我其他的歌是比较 炸的那种 就是我搞电音的嘛 今天是一个慢的歌 其实之前那个 你那首速嘛 是吧 那我歌火的时候 其实也是 那蛮蛮久的 对对对 就那250亿那个吗 对 但这首歌火了好几次 我看这 是他就没完没了 每次都想看看能不能 引入一下或者做个重制版之类的 我觉得你绝对 你太全能了就是 他的艺务水平太强了我感觉 但是绝对不能给我们创造型丢脸 上去也来个等量级别 他也很厉害 对我知道 他很厉害的我真的 哈哈哈哈 来个毁灭世界的高音 啊 咕咕 朝阳打个忠心 今日这边即将开始随机播放 下面播放的是一首 我觉得应该是我了 下面播放的是一首 得了一种病叫鱼的歌 哦 做了 由今天来 我拿歌子 吃饭的歌词 准备在大歌舞台 他唱歌也挺好的 嗯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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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尔班王爷的市场部的人 哈哈哈 这是必须得砸起啊 什么时候发了这首歌 这首是二零年发的 对我感觉很久我听过 你听过 我听过 你真的听过 对 我只会这首歌没有人听过 谢谢黄总 不不不 得了一种病叫鱼的歌 这个字好清秀 哦 很会画哦 OK了喜耳恭听加油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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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哦 哦 终于 到我了 大家好 我是音乐人黄坤 好紧张 我今天带来歌叫淡水鱼 这首歌写的是 一只努力游向北明大海的淡水鱼的故事 那只淡水鱼它就是 没有办法和它爱的水生活在一起 那个水一直在往前流 但它一直抓不住 我自己也会很像那只淡水鱼 我的目标 或者说我的理想就是 那个大海 所以我在演艺这首歌的时候 最想到我工作的五年以来 我一直在坚持做音乐的这件事情 我叫黄坤嘛 坤其实是北明的一个大鱼 它有很强大的力量 我会希望自己 可以从一只小小的淡水鱼 在这样有一天可以真的长成坤 长翅膀飞到天上 所以其实也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的时候 这条路其实很辛苦的 但是就人生只有一次嘛 不要放弃热爱的事情 好想去啊 真的 就感觉在 弹那个波纹一样 就那种感觉 帅的 深海里面有个淡水鱼 那不是很凄惨的一件事啊 是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能够在这边和大家分享我的音乐 然后 这首歌一直是我自己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可是 比较遗憾的是 一直没有一个属于它的舞台 所以今天这个舞台 特别的来之不易 然后对于很多音乐人和歌手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 所以很感谢 对 谢谢 然后再见 拜拜 下次见 我对于黄坤的这首 《大水鱼》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他当时演唱 还有他的那个氛围感 让我在那个时刻感受到了他 很孤独 也很怕失去这个水 他的歌声跟他的字 跟他本人都一样 非常地清秀清透 你一听就很打动你 黄坤 是我今天最惊喜的一个音乐人 看到最后的歌词 哇 我一下鸡皮疙瘩了起来 这其实是一个悲剧 它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东西 但是他用温柔的方式展现给大家 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 我很佩服他的才华 我很喜欢坤哥 他做了歌 他能做到 他在 他上的这个班 能上成这个地步 再看到歌 能好听到这个地步 你很难去想象一个人能把这两件事 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平衡的这么好 有点扯 我想把玛丽苏那首歌加入歌单里 听了那首歌 我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失忆的男主 这个时候这个下雨天 然后男主角和女主角在天桥下哭着 哭着他们追着对方 然后突然这个时候来了一辆公交车 哈哈哈 然后然后对他说 然后蹦的一下 女主被女主被撞到地上 拦着过去 穿着白衬衣 活着已经湿透了 把他抱起来 哈哈哈 然后一丝鲜血 从女主的额头流下 哈哈哈 直接感觉来了 然后画面一转间 在医院里头女主失忆了 发生了什么 我忘记了你的存在 这是不可以的 你们俩不要打了呢 挺悲伤的哈 这个淡水鱼最终无法进入大海 对 更悲伤的是他的最终结局 不是被红烧就是被清蒸 哈哈哈 现在还可以生烟 嗯 好残忍啊 我刚还在那个浪漫的马力苏氛围里头 星哥之间呢 一下就到了厨房 哈哈哈 你杀死了我的浪漫 哈哈哈 流下了不争气的口水 对 嘿 很浪漫 好听 很温柔 你知道你贤字节的评价是什么 就是什么清澈 纯粹用的是什么词 干净 清透 纯粹 哇我第一次有人这样评价我 清秀 通透 反正我听了这个歌 想到了我初恋 哈哈哈 就你这个歌给我那种 当然偶像剧的那个感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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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说贵公司有你这样的幕后真的是驱才了也是一种幸运 谢谢 谢谢 展工具 给他展工具 再说大声一点 给他展工具 好捡进去 一定要捡进去 哈哈哈 擦一下这里 这个室的差别没了 我知道 你擦一下 那你帮我吗 我真的怎么来 我不要 就这样子我不管 彩虹你来帮他吧 我擦 我擦 有问题你负责 轻轻擦就好了 不会掉的 这磕到我了 我很少补这些 因为我是rapper 怎么了 rapper不能化妆 可以 但是我就是觉得都无所谓 说唱是男人最好的 衣美 所以不用化妆 衣服也不要 要 还是要基本的要用 挺好的 我也想穿T恤 牛仔裤 运动鞋 上台 你下次出个青春阳光歌 就可以那么穿了 他今天那首歌很适合这一声 因为我听过他那首歌 他自己导演MV 这么牛 他自己剪 这么牛 自己剪 对 自己剪机 那你很厉害是用Premiere Final Cut 他很强 也很强 他是属于泰国的Superstar 你知道吗 他开都是开演唱会的 没有 就是 还好啦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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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都懂 很 你很 哈哈哈 哥哥 朝阳打歌中心 今日列表即将开始随机播放 下面播放的是一首 从歌曲到MV都很做自己的歌 啊 有请打歌台Nene正南新分泛的歌词 加油 加油 哇这个鞋子 哇 这个这么 这么高的鞋可以穿 很漂亮 这鞋子很好看 好看 那你这个鞋至少给自己加了有十五公分吧 这经纪人选的 经纪人选的 好看啊 我觉得这个鞋子好好看啊 给你全英文的也有翻译 没事 谢谢 泰文的谢谢怎么说 谢谢 掌声鼓励一下MV导演兼歌手 谢谢 加油 谢谢 我等会儿要复刻一下我经典的反应场面 之前我看他的舞台 我当时非常夸张 我今天来个成上起下 你是要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是吗 对我可能会现场直接发疯的 因为我觉得泰泰学姐很棒 这次来打的歌是叫 《All About Daddy》 也是我自己原创的 我写的时候 脑海里面会有很多画面 所以我想把这个画面 变成就是MV 所以我要自己打自己演 对这就是我的 拍MV的时候的 分镜 对分镜对 哇 好厉害 我觉得这首歌是特别 美女的歌 是一种很有力量的吧 是从你内心里面写出来的 对所以我今天带来我的歌 我就很开心 带一点点骄傲的感觉 看美女 我说是什么 嘗嘗 我最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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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雙胞胎的妹妹 我是鍵盤手妮妮 我是妮妮妮妮妮妮 謝謝 謝謝你們幫我完成這個表演 謝謝妮妮妮妮妮妮 好 好 這首歌是叫《All About That Day》 也是我自己原創的一首歌 來的靈感都是 因為我是一個就是 特別相信 兩個人現在不是巧合的 無論是誰走進來你的生活 都會教給你一些東西對吧 但是有心見都會有離別 所以這首歌是關於我們那一天的一切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首歌 好的 謝謝 好甜啊 她好甜 太厲害了 而且她很會表達 對 她唱功確實好好 是吧 雷雷學姐挺驚人的 平時我在我眼裡她就是個小甜妹的那種感覺 哇 她居然還可以這樣的凶狠 氣場這麼強 她能做得更全面 嘗試更多東西 我覺得她這個上限是非常之高的 今天聽完 今天聽完奶奶老師的舞台 我真的對團出來的音樂人吧 我會完全的改觀 因為我沒想到她的現場會那麼的穩 然後她今天是完全整個氣場全開 奶奶的舞台這一次明顯比上一次要更加的釋放 今天只讓我看到了一個表演者 在台上放光的那個樣子 好聽 很美 帥 超帥 我記得你上一次來 我好像說你是人美歌甜 我今天要更正一下 我覺得人比上次還美了 然後這個歌呢 比上次唱得更更穩 更松弛了 因為好像你沒有上次那麼緊張 對 對 山山特別緊張 掌聲鼓勵一下 對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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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謝謝 我的那個反應又給你拉滿了 什麼反應 反應給你 好的 我們還有兩位歌手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大家不妨淨猜一下 到底是小白還是賢子呢 不用猜了 肯定是小白 我覺得是賢子 應該是我吧 我希望是我 我覺得可能是我 朝陽打歌中心 今日列表即將開始隨機播放 下面播放的是一首 違背自然規律的歌 有請打歌仔 賢子分放的歌詞 加油 我前往紅色間準備你的打歌舞台 加油 我發一下歌詞各位 不要著急給我送走 謝謝 原來 選字解釋違背自然規律的歌 好的 那我去表演了 加油 一會兒見 上去 太奇妙了 我現在想去KTVB點全世界的歌 天真 他是我們的青春 偶爾也會在KTV裡面跟朋友唱個一兩句 對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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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很久没有发过专辑了 我的上一张专辑是19年的 叫做大条到底 因为整种原因吧 就可能当时也没有很多舞台 可以让我去展示它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些可惜 今天的这个歌 是我新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希望我这一次的宝贝 可以有一个漂亮的 好看的 值得大家留念的一个舞台 谢谢 来 好听 好听 声音好好听 声音好好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首歌呢叫做《月星说》 这是一首唯一味自然的歌曲 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 月亮是围绕着地球转 然后呢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 月亮它永远都不是主角 所以呢 这首歌呢其实是想表达 我们在感情里面呢都是被动的一方 要有勇气去爱 然后呢学会自由做自己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月星说》 然后还有下集 下集叫《余时以后》 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谢谢 这么多年了 那个音色还是这么漂亮 那你看看 幸福的女人 就是对 状态啊声音啊 包括容貌 气质她都是 都是年轻的 对不变的 越来越好的 听完就会觉得 讲故事讲到你心里去那种感觉 就会觉得 很想哭 就很感动 他一开口其实就是 我感觉我的初衷回来了 此刻我只想说 我的青春回来了 是吧 非常的感人 就真的很非常感人 尤其是 后面我也跟着一起唱 就是让我觉得 一切 以前小时候听啊 那种感觉 全都回来了 听到玄泽老师的演唱以后 我发出的第一个感叹就是 不愧是传统唱片公司 一路走过来的歌手 他的诉书感非常强 就会用五秒钟 就把我直接 带入到这个歌曲的氛围里面 我会觉得他的旋律 还有他的词 是非常契合的 以及他的副歌其实传承度很高 我听一遍就会唱 你看你的 为你配第二把吉他 就这个舞台 是不是很厉害的 就这么多人 你不愧是担心的 你在抛这个 对啊 他直接会唱的 他直接会唱的 都会弹又会唱的 都是这些星星 夜色 好好听 你不愧是觉得好好听 好 我也觉得好好听 一首 反动瓶颈的 夜空 都是给星星 颜色 听一下 会唱的吗 姐 她已经会弹会唱了 这么厉害的吗 我会唱了 三二一一 开始 来吧 好好听 主歌也会了 现场就扒出来 谢谢 好好听 好听 超好听 谢谢大家 这首歌挺阴谋的 这个词曲真的太扎心了 扎心的歌 我直接阴谋了 而在刚才那个小鱼说这么多年了 音色还是这么好 没变 音色居然是那么的抓人 谢谢 谢谢 好好听 很兜心 眼神很有那个故事感 毕竟也拍戏 毕竟戏挺多 会演 对 确实不一样 我就知道你是最后一个 为什么 不知道 真的那种感觉 兄弟对兄弟的感觉 那到底下一个是谁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咕咕 下面上场的是打歌仔 就是我们的小白 哦 你这画红的是punch light的地方吗 是的 我知道 我这个背词能力好强啊 我说我根本背不下来这么多次的 这么多两页纸的池呢 也是不好记 记不住 糟了我我感觉这个白鸽跟 姐连在一起好容易抓人情绪 上一个直接把我听阴谋的 等会儿他肯定要把我照飞 我感觉 我不叫的 我是很平静的 我连鼓都没有 那就是 这是我第一次也没有一个 任何一个鼓的舞台 来一起送他上舞台 Let's go Let's go homie Do it 走了 Let's go 这个歌我唱不了啊 没有鼓啊 只能听那个钢琴 端下去的那个 很难压 很难压 对吗 他里面也没有按摩吗 对 他说他没有 我的天啊 所以他要把握 把住那个节奏我觉得很难 对 很难很难 我没听过他这首歌 我跟他相遇的时候 都是在竞技的舞台 这一次过来是一个打歌的舞台 我就特别期待 他要唱什么样的歌曲 我这首歌本来是想在巅峰对决唱 但不强嘛 然后又有了 我能走到九下 我已经很开心了 小白功累迟迈 我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了 小白走了 小白对不起 对 就是这样 又有了 所以我就想着来这里 可以把这个歌唱 也能留下一个好的舞台 前面大家的舞台都这么优秀 其实现在还蛮有压力的 觉得一定要做好 不过我相信我自己 我这个舞台很棒 这首歌叫《声明狼藉》 英文名字是 Back Home Freestyle 它指我结束一段旅程回到家 对人生的一些感慮 这首歌我Q到了很多 就我有影响的一些作品 还有中文说上好的专辑 第二段更多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 我一路一来也有很多争议之类的 我选择去面对他们的时候 我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我希望《声明狼藉》 在我身上 它也可以是一个正向的词 笑到了 有点设计 这个曼镜头很帅 这么帅 帅 惨了 我是MV 谢谢大家 这首歌是我对 这么多年自己的经历和看法 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就是 不管碰上多少个强敌 我永远都会高昂我的头颅 就算我声名狼藉 这是什么 然后谢谢大家 感觉看了一场演唱会 那你看看 好爽 太牛了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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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有氛围 歌词有点走心 对啊 挺好 你怎么卡那个节拍了 都没有鼓 对 没鼓 然后也没click 我还把他放click 反而容易把瓷忘了 像拍MV 小白的舞台很帅 他整首歌其实没有鼓的律动 他也没有开click 我觉得他能做到这么完整的演下来 真的很让人佩服 有时候这种看似是平铺直续的歌词 但是因为他的内容很走心 你的内容叙述每一句都很诚恳 所以他带来的这种力量感可能还不逊于重节奏的或者强烈的那种输出 他的音乐的氛围感很强 每句歌词都有冲击力 句句都很精辟 所以我觉得完美 我想把这一票给到你 因为刚才我觉得你的舞台真的是很打动人 谢谢 超帅 好 你们现在也可以把你们神圣的那张专属的名片 可以给到你们欣赏或者想要去未来合作的歌手的手上 我已经给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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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 咱俩就别互相给了我意思 咱俩本来都是兄弟那生 那我那给我我给我姐吧 我给我我给我 我给我这个姐姐 哇 谢谢我觉得你刚才的这个感觉 谢谢 我给你 给我了 我 没事我给你 谢谢 我给我 我给我姐吧 你果然要回去了 你这个善变的男人 给我了 私底下说好了 没事我们不用 来交换一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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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 我看到名单的时候 其实我就特别想了 特别想了 特别想了 我特别喜欢你 我特别喜欢弹其他弹得好的 谢谢 谢谢 本来我就是要给他的 我找了半天 没有没找着 我一抬头他正在看着我 我还挺害怕 他会不会以为我只是客套 他给了我 我所有要给他 其实我是要给他的 这是我的影片 疗愈父记得找我 你的呢 你的呢 你把我的给你 那我再不 付社会吧 不是因为你给我 我给你 就是 谢谢哥哥 就今天所有的舞台 今天打台去比较开心 我给你 我给你 对吧 没有拿过去吧 给我了 没事我们 你要赢 我喜欢你的歌 你这个我最喜欢 好 收到了 好的 刚刚有三位歌手 收到了一样多的影片 对吧分别是贤子 小黄和小白 那我们掌声 恭喜他们三个 谢谢 来 有请三位来到我们的台前 一起啊手捧这个 我粘粘粘粘粘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 任意节目飞行一次 对的 哭哭 就是 恭喜你们成为本场 获得最多名片的达哥仔 您将获得 照样打歌中心 专属达哥礼包一份 礼包内容包括 一 照样打歌中心 官方微博制定一周 二 任选大千影业任意节目 飞行一次 三 照样打歌中心 老板达哥的周边大礼包一份 四 承包你的阳光 颐和园 天坛 北海中山动物园 陶然亭 玉渊坛 香山国家植物园 北园 景山公园 双秀公园 大观园 国际雕塑园 月潭公园 地毯公园 水立方 北京公园的游览年票 一张十六个园区任你逛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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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谢谢 再次恭喜他们三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已经在这一场歌的节目了 最近听的新的音乐 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就会发现有很多变化 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这个歌 但是呢在这么多歌曲里面 大家都有不同风格 是喜欢不同风格的人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投给我 我还挺高兴的 我没有舞台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公司里上班 所以我觉得这种机会 对我来说非常来之不易 我觉得很开心 反正今天的老师们 我觉得我基本上 都逼地了一遍 然后我刚刚把所有老师的微信 都架上了 之后有什么 如果说涉及到我们平台的问题 都可以来找我 我第一次在节目里上 得到了这样的认可 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吧 玄子姐站到这个我的旁边 然后和这个儿媳的偶像 一起手捧一个奖杯 然后你沾了个边的感觉 就感觉 哎呀妈 真香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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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们一起大和有礼仗好不好 好 好 看尽头了各位 三 二 一 咕咕咕咕咕咕 欢迎新晋打歌仔来到朝阳打歌中心 真梦幻 梦幻 很有力量很朝气蓬勃 这个很精准 这首歌非常的精准 写的好唱的好 很喜欢他对歌曲的宣誓跟戒毒 还是爱死了各位的那个声音 他这个体能这个气息真的太棒了 太稳定了 然后这边像内蒙就比较熟了 前辈 前辈 刚刚我们也说就有舞蹈挑战 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一起 我不行 太难了 去吧 走 你说这个最多人几多少人 他学了很多日语 真的 不是日语吧 你的舞台好吗 编曲是谁 编曲不是我 蛮好的 喜欢编曲 沈哥我们店的新项目 美甲 给沈哥整一个 你们都看穿了我粉红色的内心吗 你们喜欢翘皮筋吗 东 南 咱多 我们这样试一下 不行 咕咕咕咕 欢迎新晋打歌仔来到朝阳打歌中心 哈喽 沈哥 好久不见 今天听说你是代替小黄来帮助我一起做这个打歌的 小帮手 对 学姐 这么正式吗 就这样就行 好 为什么你画一个骑个摩托在一只猫 这是狗 这是狗 喂 你可别动 我这个电视机又卡你衣服 你的衣服是 Anyway 待会会发生些什么呢 来了来了看舞台 此刻我只想说我的青春回来了 真难唱 真难唱 应该把上衣脱了 把肌肉露出来 欢迎你的光临 看这个真的好新鸟 哎呦 哇 哇 有点像偶像剧那种 哭着他们追着对方 不会吧 要哭了 要哭了 好了 你们在聊什么吗 看手下 我刚看他我觉得他爱情线很稳定 你们那爱情线不准 你看看群里的照片 什么 这才是爱情好吧 哈哈哈哈